台北市不是号称陆平专案吗 前几天还看到有一位小姐自掏腰包买利青去填补马路上的坑洞 马路上面还有一堆人孔盖呀水沟盖都要小心哦 这简直就是隐形的凶器 有一位小姐骑摩托车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马路上面的水箱没有盖盖子 害她摔到了20公分的凹洞里面 上牌四颗门牙全部都给撞飞了 要求自来水处赔偿结果谈不拢 然后就肃请国赔台北地方法院判台北自来水处应该要赔38万元 全案可以再上诉 早上八点多上班尖峰时间 台北市中校东路车来车往 路边却停了一台救护车非常醒目 仔细看车子前方躺着一个女生一动也不动 原来是因为马路上的治水伐箱洞没有盖子 形成直径20公分的圆形凹洞 让唐小姐闪避不及直接摔车 导致脸上到处是伤 嘴唇严重肿胀差点破响 那个人孔盖是谁家 看起来是跟平常一样 只是说你骑过去的时候 他那个自水夹已经跟底下 他里面的铁脸已经松掉了 所以你骑过去一定会反过来 车祸让唐小姐差点毁容 但她其实原本是个美丽的妙邻女子 大大眼睛露出甜美笑容 年纪轻轻却已经是连锁餐厅的经理 前途看好 一场车祸却让她秀气脸庞变了样 自科门腰脱落害她三个月没办法工作 只要花了三十多万元 像自来水处求偿却谈不拢 就是二十二 然后台北市政府有规定 就是自来这算是一支 这不算是医疗费 那反正就飘飘飘一直讲一直讲 都是他们在讲 那最后我就想说真的没得谈吗 然后他们就说不然你们告我们吗 自来水处态度强硬坚持只能赔二十二万 唐小姐只好申请国赔八十六万 经过一年多的阐诉 法院判赔自来水处应该赔偿三十八万 全案可以再上诉 但陶小姐无奈的说 大官司让她筋疲力尽 不打算再上诉 一切只能致认倒霉 中天室的刘世伟周如新北市采访报道